大家好,這次的專題之所是以台南鐵路跌架化後台南暫體的設計 我們先看到平面規劃這個部分 首先黃色的部分是建有古籍建築物保留 藍色的部分是新建的部分,將分為藍塊 第一塊是暫體的部分,第二塊是轉陰震的部分 然而在北邊跟南邊都還有保留地,作為之後的發展 我們先看到3D圖,但我們很明顯有看到這次原有的台南火車站 然後是我們火車站的月台 然後在旁邊的旁邊的道路就是我們新車的扇體 這新的扇體雖然看起來很大,但其實它的空間卻沒有很大 因為它是以薄膜結構所生起來的 它薄膜結構的好處在於它是環保的 並且它透過這樣子節省成本的成本 撐起很大的遮雨擋風的空間 使得公車巴士客運在轉乘時不為風雨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轉陰站的3樓是作為捷運站的月台 未來捷運可能只以單軌系統為主 所以捷運的月台並沒有很長 現在我們將鏡頭帶到地下暗體的部分 地下暗體的部分,這個角度是以地下一樓向月台看過去 我們可以直接看到月台的部分 我們這次地下化,我們打通了渠坐地板 做一個挑空的狀態,讓方向感並不會彼此 並且透過地下道連結連繞舊站 並在舊站設置的計程車排班區 站在客區等,舊站還有使用功能 然後再看到另外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是以地下參照的月台 第三月台的角度往上仰望 我們可以看到地下化整體的屋頂 它只有一層樓高而已 但是它有開許多窗大面積的採光 然後這個開窗是向東邊 並不會時射太陽進來造成裡面的不舒服 並在頂端的地方只有開孔通風 這次的設計希望能讓大家有一種 拉腰車站就來到台南的感覺 所以就在地下化 我們也在地下化做了很多特別的造型 希望讓大家可以有到台南的感覺